三級起屆依然持續在屏東 仍然是禁止內用 但是在屏東的牡丹香 號稱最頂級的Villa度假村 日前被民眾踢爆 違規讓這個住客呢 在餐廳來吃火鍋群聚 總共有18個人 而民眾更指出呢 當天的住宿旅客裡面 居然還有這個行政院 南部中心的執行長陳振文 對此陳振文也做出了解釋 陳振文表示呢 當天他是帶著自己的妻子跟小孩 來入住check in的時候呢 在餐廳稍作休息 隨即就進入房間 而至於晚上這個違規的 18人火鍋party 他是沒有參加的 而在事件爆出的隔天呢 也是立刻來退房 到底有沒有違反相關的防疫規定 相關單位也正在進行調查中